猫哥说案 抓住了小孩手上的镯子 用力往下拽 想要帮他挣脱 紧接着 小猴子扬起了自己的头 用手指着自己脖子上的锁链 眼神祈求地望向孩子 你也被困住了吗 你看我脖子上的链条 比你的还要粗 他以为 这个孩子和自己一样 都被囚禁在了同一个命运当中 都是被人用链条拴住的奴隶 他逃不掉了 可是他真的好想叫这个孩子出来啊 其实我们都在清楚不过 孩子手上戴着的是祝福的银镯子 他自己脖子上拴着的 才是一辈子的枷锁 人类哪会愿意把自己 锁在一条沉重的铁链上 人类更享受的 是去主宰其他物种的生命 很多时候 我都在动物身上看到了人性 却在人类的身上看到了兽性 你们知道吗 其实猴子的灵性 从不比人类差多少 可是为了生存 即使他们的父母被人类杀死 他还要对着仇人卖笑活下去 这群极通人性的猴子 可以做出精彩表演的猴子 不是天生如此 有一位知乎网友说 我们老家曾经就是一个猴系表演传统的地方 我爷爷在我小时候就养过猴子 人和猴子的关系就是主人和奴隶 养的方法就是鞭打 狠狠打 往死里打 前段时间 官城街头一个卖艺人为了训练猴子 甚至呢 用起刀威胁 吓得猴子跪地抱头求饶 如果还反抗 那就一个字 饿 饿到没有力气 自然就听话了 只要按照人类说的 才能不被饿死 猴子们听话后 就要开始挣钱了 为了改变猴子的天性 训练员会将猴子强行放在高桥上 用鞭子或者拴在他们脖子上的绳子 迫使猴子行走 跌倒 拴下来 没关系 一次一次来 不练成就没有饭吃 怕疼 不学 那就关起来 生锈 肮脏不堪的笼子就是他们的宿命 一生 他们脚下都很难踩到坚实的平面 可听话训练后 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死去 每当五一 十一黄金周过去 都有大批动物集体死去 一波波游客来 他们只能重复表演 完成了表演 替主人挣了钱 他们依然得不到任何宠爱 即使到死 他们都离不开项圈和笼子 一秒自由都不能给 患病 失禁 自残 这些痛苦将陪伴他们的余生 死 只是个或早或晚的话题 有人问 本是同根生 相近和太极 如果我们人类进化稍晚一步 那如今被逗着玩的 又会是谁 我们能主宰一切 这是世上最大的误会 还记得那条被囚禁取经的虎精Telicum吗 为捕杀虎精 人们会坐着渔船 拿着既有绳索的叉子 把他们堵到一片狭小的海湾 动用飞机在上空巡查 甚至会往水里扔炸弹 捕捞队爱挑年幼的鲸鱼下手 原因很简单 运费便宜 更听话 很多幼精在被追捕的过程中 就已经血流不止 受了伤还怎么换钱 放在船上又碍事 捕捞队干脆把他们的肚子活包开 填满石块 重新扔回海里 让他们自己沉下去 想逃出去 往前全是陆地 往后是举起的鱼叉 头顶上全是监视自己的飞机 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Telicum就是被这样抓进海洋馆的 当时他只有两岁 他曾经拥有整片海洋 却被困进了一个水深不足十米的牢笼里 Telicum每天要表演八个场次 每场一个小时 一周要表演七天 每一分钟都要保持精神亢奋 白天表演不好 就没有饭吃 晚上回到笼子里 还会遭受其他鲸鱼的攻击 第二天带着伤去斗勒观众 后来Telicum越来越抑郁 经常啃食忽兰 即使这样 却没能换来一丝同情 反而被注射大量避孕药和镇静剂 被逼着赚钱 就这样被折磨了几年后 Telicum的脾气愈发的暴躁 实在无法继续表演了 可他想要结束这一切 哪有那么容易 游不动了 趴着也得继续挣钱 海洋馆继续囚禁着Telicum 并其人工取走他的精子 培养更多的赚钱工具 在Telicum36岁那年 他因为微溃疡 肺部感染 抑郁症 永远地离开了 Telicum被囚禁了34年 而衍生虎精的平均年龄 在80至90岁之间 他不仅没能好好活着 就连体面的死去都不能拥有 动物不是天生就具备表演天赋的 更不是无法感知疼痛的 难道不能拒绝就意味着同意 不会说话就代表着快乐吗 凭什么 手里刀就能践踏生命 兜里有钱就可以锁住他们的一生吗 凭什么 三年前 一部名为黑象的纪录片 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 大象是极少数像人类一样 具有自由意识 依赖母亲的动物 雌性大象一辈子都不舍得和母亲分开 雄性大象在十几岁的时候才会独立生活 可是游客要看表演 商人要赚钱 有谁会可怜他们 肖像被抓到后 会被人用铁链捆住四肢 塞进一个木制的笼子里 没日没夜的站着 小蛮腿 被发现了就会被尖锐的毛 刺向头颈和耳后 被电击棒恐吓 想睡觉 那就把脚上都盯满钉子 钉子取下来后撕裂的伤口 会让他们一直清醒 大象的记忆力远超于人类 控制情感的海马体 比人类还要高出百分之五十 这些痛苦 只要他们活着 就会被一遍遍的回忆 我们看到的 是他们会用鼻子卷起画笔 画漂亮的小树荷花 画出幸福的一家三口 可我们不知道的是 大象的鼻子上 遍布着神经末梢 而那些画笔 是用交叉的木棍硬塞进去的 大象看起来皮糙肉厚 却能敏感地感知到蚊虫的叮咬 纵使体积庞大 脆弱的脊柱 也无法承担两个成年人的重量 可是即使这样 他们每天还是要扛着金属座椅 背上两三个游客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走来走去 享受快乐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 以动物的血泪为代价的 最可恨 光是去年就有一千多条鲨鱼 被捕捞的鱼网 遗留的垃圾困住 我从不觉得吃鱼吃有多尊贵 那些鱼被割下旗之后 无意与人类痛失双臂 他们带着两个血窟窿 无助地沉入海底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其他鱼群啃食 却无能为力 我们都知道 斗牛比赛很热血激烈 可那是因为 他们被人用皮带勒紧了生殖器 上蹲下跳不是兽性大发 而是因为 他们太疼了 熊宝宝站立丸球 跳绳 看起来那么可爱 以至于我们竟然忘了 他们本是爬行的动物 年幼的小熊 被人一根根地拔掉爪子 用铁链勒住脖子 在窒息中学会直立行走 名牌皮包 看起来很高档是吧 可那意味着 有无数的动物 要面临着被包皮的命运 一米多长的钢针 从头顺着脊柱 直穿到尾巴 疲惫拨得越完整 就越值钱 高晓松说 人类是世界上最特殊的物种 但当生存唾手可得时 我们便忘记了自己也只是这万千物种中的一员 世间万物 是真的存在因果循环的 人类终将会为了自己的欲望买单 拯救自然生灵 又何尝不是人类的一场自救呢 我们不是地球上唯一的生命 人类的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命是环环相扣的 还记得年初时因为气候恶化导致的山火吗 五千万哺乳动物 六千二百万鸟类 三点八九亿爬行动物为此丧生 数百万人面临生命威胁 吸收山火释放出的二氧化碳 足足需要一百年 居民每天相当于被迫吸了六根二手烟 很多人因为呼吸到疾病加剧而丧命 全球变暖 大片低洼陆地被淹没 台风天变多了 洪澳灾害危及到了更多人的生命 南极更是一片红海 荒灾大面积爆发 辛苦重的庄稼全毁了 下一次的温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病毒入侵 导致我们现在都要佩戴口罩 稍有不慎 就是天人永隔 我们总是在掌控自然做主宰者 可当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掌控时 才发现是这么的无助和彷徨 我们的确是灾难的受害者 但是我们也同样是灾难的制造者 宇宙的存在长达四十亿年 人类只不过是一个到访者而已 没有带着尊重和约束力前行 才能和谐共生 我们的眼中 不仅要看到盛世繁华 更要有时间冷暖 我们活着 不应该只为了保全自己 更需要守护幼小的灵魂 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微弱 但是一群人的努力一定会被看见 只要你愿意 每一个微小的行动都会带来爱的流动 只要我们都愿意 善因就会阶下善果 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 相信每一颗善良的心 拜托你们转发出去 帮助这些动物发生 帮助这个地球重启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 感恩祝福大家